阿酒,晚上要換是不幾天的 因為你如果帶著喝熱酒,會把肝弄壞掉 因為沒有吃東西,胃裡面空空,他直接就把肝破壞掉 所以,那天早上你帶著喝熱酒,你看看,那都撞不久 外企人家,酒汁經常去煮 所以說,如果帶著喝熱酒,太太就一直休息 晚上喝一點酒會自信 所以很好,提醒經事宜 會提醒人家 來這裡的好處就是說,我們這裡都在學佛 都是很講究這個人體 我們把中醫、西醫、物理三合一 三合一就是說,人為什麼會老化? 老化的原因就是你的智力神經失調 西醫的,就是智力神經失調,就會循環不好 循環不好以後,你就會慢慢產生的慢性病 所以,人要多運動,對身體是最好的 促進循環,你的免疫力抗體,抵抗力才會增強 這就是養生的方法,跟吃很重要 我們是肉鹼性體質 肉鹼性體質,如果吃不到變酸性體質,就容易致癌 我不是獨自來的,我都是聽專家說的 我趕快去隔壁了 趕快告訴大家,吃跟健康都有一切關係 吃不能麻糊 如果麻糊,做人就黑白肚 變成空空,跑來跑去 這就是現在最重要的,我要提倡一項就是 你的心環不好,會影響你的健康 如果你要好的話,就是你的心環要正常 但是拿你堵住,你不知道 我會知道,我就是很神奇 我這個叫做保養,也不叫治療 你不好,就可以把你保養一下,你會變得很好 變得很有形式 狼的閒 使你不會衰老,就是有這個方法 不用吃藥,就是拿你堵住,掃描掃描以後 你就會變得很健康 少吃電忍類 做人年紀大以後,少吃電忍類 電忍類只要吃多,它是含磷 它會變成酸性體質 所以我差不多30年前 我盡量避開吃電忍的東西 我會吃好吃,吃傻 那你如果不吃米飯,又不吃麵食 那請問要吃什麼? 別種的啊,好比說我種了那個山藥 或者是地瓜 這個不加工的,南瓜 這個都是有電忍類的 所以有時候改變別的東西吃 對你生理就會很好 很多人都不知道 怎麼運動都減不了回 因為他都一直在吃麵啊 電忍吃太多 那吃就很容易吸收 又容易吸收 又容易結肥油 他叫你百度 怎麼運動都消不了 前年我以前也是很痛苦的啊 我剛才摸一摸不到 我就開始不吃米飯了 我就變得好 這樣